中共十八大常委名单揭晓后 外界发现与一份外媒早已爆料的名单相符合 因而遭到中国真正的统治者另有其人的讽刺 最近外媒又爆料 传十八大中委选举七名中央委员中 有第一票入选的黑衣箱操作秘情 18号上市的外餐杂志 刊出中共十八大中央委员选举中 十名最顶级政要的得票数 包括后来入常的七人 报道中说 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争夺过程 远比外界想象的惨烈 但习近平李克强始终得到不容置疑的支持 习获得2306票 李克强得票仅比习少一张票 其他五名常委掌管意识形态的刘云山得票最低 而无缘入常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国务委员刘延东 得票比刘云山和王岐山都高 汪洋获得2300票 刘延东2301票 但最终都没能入常 政治评论家何安全指出 中共召开常委会选出的七名常委 与早已曝光的一份名单完全相同 他说中国真正的统治者是谁 七名常委只是他的傀儡 一方面中共政权就是党内的全局操作都是推向作业的 即使连他们的所谓党内民族他们都违反了 就是汪洋的票比其他当选的人多都完全相信 何安全指出 以逻辑推理这次爆料正确的可能性也非常高 何安全认为这只能进一步说明中共是一个黑社会性质的政党 他们的做法完全是黑社会黑帮的操作手法 时事评论家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最近撰文指出 仔细考察可以发现新常委班子其实更像是论资排备 按年龄化线的产物 如今的中共高层在没有强人能一言九鼎说了算的情况下 顽固的拒绝民主选举 因此派系争夺相持不下 胡平分析 这次入场让年轻点的李源潮和汪洋靠边站 年龄大的六个人中刘延东是唯一的女性 大概因此而落选 胡平认为这套权力交接方式具有浓厚的保守性 老人不甘寂寞还要在后台垂帘听政 在现今中共的权力交接制度下新人很难搞改革 难以建立自己的班底 并且五年后洗礼就不再是新人 只怕到时候不会再有改革的愿望 河岸泉也指出 十八大常委已经内定 选举只是走过场 投票数遭曝光 可能是对习近平和李克强以外的 其余五名常委人选结果不满 或对选举不公的反弹 我对于中国的权力是非常负面的看法 就是保守保守再保守 我可以相信是由张德林这一代 胡锦涛这一代的常委 习近平和李克强 共同的讨价还讲 方样讨价甚至动刀动枪 决定了七个人的名单 我可以只是补紧他一个人的职务流程 他们是三代政治局常委共治 三权顶力三权分力 另外最早被传入场志在必得的 中组部部长李元潮 中委选举中的得票数是2287票 居然在十大政要中排在最后 比刘云山还少 北京独立学者高瑜对香港《苹果日报》说 十八大中委选举是经过反复预选 动员后进行 就为确保该上的人一定能上 但十大政要得票显示 部分人还是有人反对 这证实中共的民主选拔是自欺欺人 不是根据民意 而是小圈子权斗 这也是当局不公开投票结果的原因 进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